喂,大家好,我是来自Dockout的张世民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Quark,低成本模拟海量的集群 然后今天一题分为三个部分 什么是Quark,Quark能用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使用Quark 然后先介绍一下什么是Quark Quark是Kubernetes without Kubernetes的一个首字母缩写吧 也不算首字母,中间有个W 它的话核心的意思是我想运行一个K8集群 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资源去模拟这么多的节点 所以说我们就要想办法以不运行Kubernetes的方式去模拟更多的一些节点 然后Quark的话,它核心分为了两个组件 一个是Quark的核心组件是QuarkController 它的话,它可以模拟任意数量的Pod和Node 并且它可以任意定义Pod和Node的一些生命周期 以及它的行为,它的动作 你可以让它表现出任意你想要的形式 就比如说Pod的状态一直在Ready和NodeReady 一直在反复的切换之类的一些行为 基本上它的配置是非常灵活的 然后一个是Quark 第二个组件是QuarkControl 它是一个命令行工具 它的话主要就是把Quark的核心组件 以及跟Kubernetes的控制面组件组合起来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类似Cand一样 它可以一键启动一个集群 就可以跟Cand一样直接Create集群和Delete集群 非常方便 然后的话介绍一下核心组件Quark 它一个大概的原理 原生的KubernetesLite的话 它是每一个节点 它上面会起一个Node去模拟一个 会起一个KubernetesLite去模拟一个Node 但是Quark的话它不一样 它只是个简单的控制器 它只需要连接上APS Server 它就可以往APS Server图 大量的你自己任意想要的Node 然后的话QuarkControl的话 它是一个命令行工具 它可以用任意的运行时 或者是比如说是Bannery 或者是Docker ContentD PulledMan 任意你想要的容器运行时 然后基于它们 我会去组合各个依赖的组件 然后把它们传成一个集群 然后把它起一起来 然后基本上它的启动也是非常迅速的 这里是一个视频 然后演示一下QuarkControl的一个使用 它的命令基本上跟Kent是保持一致的 你可以看到可以在一秒钟内起一个集群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Node 这边Node的资源的话就是任意的Node的资源 就是你可以甚至可以在现有集群里把现成的Node Get下来 然后Play进去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部署有了一个DVP 大家可以看到Node所有Pot就瞬间全部启动了 它这个行为也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然后的话 为什么去使用它呢 Quark的话 它大概会涉及到三个场景 一个就是Mock数据 就是因为Quark完全是虚拟你的嘛 我可以在集群里Mock任意你想要的数据 另外就是测试 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可能自己开发的一些Controller 它会有些边缘场景 它可能用正常的途径是非常难测试到的 就像我一开始提到 就比如说某一个Node或者Pot 它不停在Ready和NodeReady之间反复来切换 这是一种场景嘛 如果你正常要模拟这种场景的话 是非常麻烦的 如果用Quark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一份配置 可以直接把它实现这种边缘场景的模拟 以及压测 压测的话 它大概会 我预计的是 也是大概三个嘛 就是一些 它那 就比如说A1 Passer A1 Passer本身的压测 以及Schedule的压测 以及大家开发的 自己开发的CRD Controller的压测 然后的话 Mock数据 它其实有两个用途 一个就是 就比如说你们开发的一个云管平台 你可能要支撑下你 就比如说要出去Demo的时候 你可能 没有这么多的 节点 让你去把你的云管平台的界面给撑起来 这时候如果用上Quark的话 你可以 你随便一个笔记本 你就可以 起一个云管平台 里面有几百三千个节点 然后可以非常方便的做一些演示 然后的话 Quark 它其实的话 对标的是一个 CubeMac这个产品 这个的话是K8 内置的一个组件 它一开始 它的核心其实是基于CubeLight 然后把运行时那一层给抽掉 然后 但是它 它的行为是跟CubeLight一模一样的 它只不过是不运行容器 但是Quark的话 它的 Quark的目标 并不是完全兼容CubeLight 它只是 尽量做跟CubeLight一样的事情 但它会为了性能 一些考虑 会跟CubeLight原生做的一些事 也会有点不一样 然后的话 CubeMac的话 它是跟CubeLight一样 你每一个Node 都需要有一个进程去维持 并且的话 Kubernetes的消耗的内存也是 跟CubeLight是差不多的 但Quark的话 基本上是 维持多少POD 和Node 其实 Quark这边其实都不会存多少数据 它内存消耗是非常低的 并且Quark的话 POD和Node的行为完全可以定制 就可以你任意想让它怎么做 就怎么做 然后CubeMac的话 它可能就不能实现 并且 用性的话 Cube也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用一份YAM 或者一个命令行 直接去创建一个这样的事情 然后的话 CubeMac的话 你需要自己去编译 去修改一些固定值 然后的话 Quark我一看 它的适用场景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预期的就是一些 超大规模的集群的压策 以及调度 这种 纯控制面的一些场景 CubeMac的话 有Quark之后 CubeMac最终的一些 它可能最终会偏向一些 API层面兼容性 或者小规模的压策 它还是能胜任的 最后下面是 最底部下字就是Quark 我自己测过来的话 是不管Node和Port的话 它自身的内存消耗 都是小于100兆的 但是CubeMac的话 它一个节点的话 模拟就要60兆了 比如说我要 模拟一个满节点的 KPG群的话 就是300G 就是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的话 Quark的话它本身也有一些局限性 因为它是模拟的一个 它由于是模拟的一个集群 它说 是Quark 尽量去模拟真实情况 但是它 行为并不是完全相同 它还是跟真实的行为 会有一点点差异 并且Quark的话 它并不能替代CubeLight的测试 因为它实际上 并不是一个真的集群 然后怎么去使用Quark呢 我这边是分享的几个案例 一个是 这是社区的另外一个项目 就是 Kuber Schedule Simulator 这个项目 它是一个做 调度可视化的组件 它原本的话 也是在内存里做的一个 跟Quark有点类似的东西 但是 后来的话 他们也是期望去迁移到Quark 然后他们就不需要管这些集群模拟相关的事情 这是一个方向 另外的话 也是社区的项目 是一个E2E的测试框架 它们原先的话 也是只集成了CAN 后期的话 后期也是有计划把Quark 集成到他们E2E测试的框架里面来 然后大家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使用Quark去启动一个E2E测试 然后的话 这位是Eastio的Top1 Contributor 也是Eastio的主要的owner吧 然后他也有计划在Eastio里面 在Eastio的压测工具里面引入Quark去做一个 对Eastio控制面的做一个压测 这个的话是日本的一个IBM工程师吧 他也是联系我 他们是在做一个多网卡CNI的一个组件吧 然后他们是引入了Quark 作为他们控制面的一个测试的组件 也是集成在E2E里面 然后这位的话是腾讯的一个 在腾讯云的一位工程师 他们是尝试也是用Quark做了他们那个云平台的一个调度压测 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的话 这是前面是Quark的Stack Channel 以及它的Repo以及文档 如果是国内用户的话可以加一下微信 我的内容就这么做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 感谢张老师的那个精彩分享 好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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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